大家好,之前在加拿大的原住民寄宿制学校当中发现了200多具儿童的遗骸 中方以及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组织当中呼吁要对此事展开调查 巧得很,最近又在加拿大的原住民寄宿制学校当中发现了近千具遗骸 而且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加拿大政府面临着多方的指责 根据英国路透社的报道,6月25日,那么多家媒体都向特鲁多提问这个事情 特鲁多说,这个归根结底吧,我们加拿大政府也有一定的责任 但主要的责任呢,不在加拿大,在天主教会 他说这很多原住民的寄宿制学校都是当时的天主教会打着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旗号干的 同时特鲁多说,他已经从教皇方济阁进行了交流 并向教皇强调向原住民道歉的重要性 教皇也承诺了,要向原住民道歉 但是特鲁多说,这个教皇光在梵地纲道歉不行的 教皇要亲自来到加拿大,在加拿大的土地上向原住民道歉 不知道教皇能不能去 教皇如果真的去了加拿大,那很快他要去美国 去完美国呢,还得去澳大利亚 这个新西兰呢,也存在这个问题啊,但是新西兰的情况不是很严重 客观讲啊,新西兰,对吧 这个白人也好啊,还有这个毛利人等等,相处的不错 在历史上啊,也有一些针对原住民的一些种族主义的政策 但总的来说吧,没有北美还有澳大利亚那么严重啊 新西兰这个问题啊,不是特别的严重 那么回到加拿大啊,加拿大从1831年到1996年 这100多年间,共有15万印第安的儿童呢 被送到了天主教会开办的寄宿制学校当中 在学校当中啊,禁止他们遵循民族习惯 禁止他们说民族语言 而且是强制的把这些孩子啊,从原住民家庭抱走的 是强制的,就是啊,要从这个二代 从年轻人当中把原住民的文化彻底的断绝了 让他们啊,都故意遗天主教啊,都说英语等等 美其名曰,对吧,要学习加拿大的文化 这就很搞笑了,加拿大有什么文化呀 加拿大的文化就是原住民的文化呀 这个和美国呀,和澳大利亚是一样的情况啊 而且这个事情啊,不是几百年的事 对吧,加拿大的原住民学校最后关闭是1996年 距离今天并没有太久啊,并没有太久 对吧,我读一下啊 加拿大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在2015年就提交了一份报告称 许多原住民儿童在寄宿学校里遭受身体虐待和性虐待 学校禁止他们遵循各自的民族传统习服 或使用本民族的语言 报告称这些学校实施了文化灭绝 特鲁多呢,此前也称 加拿大原住民至今仍面临着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歧视 和不公正待遇 自己感到非常难过,并向原住民道歉 不过呀,加拿大第二大反对党 新民主党领袖的辛格表示 751座无名坟墓是种族灭绝的证据 特鲁多政府仅仅表示哀悼是不够的 和解不是要转移视线,而是需要正义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呢 也在6月25日在回应相关问题时指出 面对这些历史罪责 加拿大政府多年来口口声声说要采取措施 寻求真相,却先有实际行动 关于我们之前提到的215名儿童遗骸 我们看到的是加拿大政府将责任甩给天主教会 甚至连遗骸本身也是社会团体被迫聘用人员 采用考古专用的透地雷达才发现的 此前一直有人质疑原住民学校就职下可能没有遗骸 但家政府并未采取行动 然而在加拿大的广袤土地上 这样的原住民学校据统计一共有139所 到底地下还买藏着多少罪恶 还是未知 我们希望加拿大政府不要只在口头上道歉 表面正义上原地绕圈 拿出更多有利的措施 查清事实 追究责任 落实补偿 出台政策 切实保证原住民的各项权利 赵立坚的发言也比较清楚 赵立坚说特鲁多在甩过 明明是加拿大政府的事情 却甩给天主教会 这一点我倒不是这么看 我觉得和天主教会也是有关系的 特鲁多让教皇来道歉 也是有必要的 因为以前说过 这个事不只是加拿大的事 美国有没有 有 对吧 澳大利亚有没有 有 不仅是早期的种族屠杀 包括后来的 对吧 强制教育 加拿大也是到1996年才结束的 他们其实都是一体的 这个又和宗教是分不开的 我觉得特鲁多 其实有点配合 配合或者我之前说的 因为我们国内的官方没有讲过 我之前就说过 从加拿大就能引到美国 能够引到澳大利亚等等 不管是美国澳大利亚等等 唯一的联系的纽带是什么 那不就是宗教 对吧 所以特鲁多主动就干这个事情了 教皇也说了要道歉的 但是特鲁多要求要亲自来加拿大 那么你看看下一步 你是不是要去美国 教皇要不要去 澳大利亚都要道道歉 然后这些历史就要逐一的被挖出来了 而且现在加拿大被挖出来的 这两座冰山一角 加拿大好几百个寄宿之学校 哪个下面没有 美国也更多 哪个下面没有 肯定都有的 对吧 当然 其实我们看一些新闻 包括在国内也是 一两家媒体报道了 这个新闻影响不大 关注度没那么高 什么样的新闻关注度会高 对吧 多家媒体连盆累不的轰炸 关注度才会高的 所以加拿大原住民这个事情 加拿大也闹了好多年 关注度有限 加拿大的主流媒体 基本不怎么报道 一些小报或者原住民 天天在那里抗议 呼吁 没有人什么理你的 我们在联合国上 对吧 尤其是在联合国人权组织上 对吧 你这么一搞事就大了 那一些主流媒体就要跟进的 而加拿大本身就有很多的原住民组织的 对吧 那一看法是关注了 对吧 那他们肯定也会更起劲的 所以就迅速的又发现了一座 所以接下来还会发现更多座的 这也是一个必然 关于北美 对吧 加拿大 美国 还有澳大利亚 他政府都存在着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合法性 因为是强占别人的土地来的 所以一直洗白这段历史 他们洗白无非又是两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就是先继文明对落后文明 可是凭什么先继文明就可以屠杀落后文明 然后占领落后文明的地方 这是不可以的 从来没有这条公理 没有这个道义 这种洗白的方式是非常恶心的 非常不要脸 当然现在他们现在也不敢讲这个话了 基本不敢讲了 因为一讲这个 这就是种族主义了 不首先先进和落后谁来定义 其次 你像假设我们家吧 我们家比较穷吧 对吧 我们旁边有个有钱的恶霸 对吧 假设我有老婆 把我老婆都杀害了 留着个孩子 然后把我们家建设的更大 装修的更漂亮 然后对我儿子说 对吧 因为你家比较穷吧 我们家富裕 我们家比较先进 我把你家建的更漂亮 你看你要改安吧 你干个骗呢 我家穷不穷的 关你屁事的 我愿意住 我住的快乐 你管上管不着 你凭什么呀 对不对 尤其是像美国这些人还主张 这个个人的住宅 是个人的领地 任何人不得侵入 如果侵入 我都是可以开枪的 那问题就来了 那么那这个北美大陆 是人家印第安人的土地 那就相当于人家的家 你凭什么侵入 你是没有资责的 这个洗白的方式非常恶心 第二个呢 就说这是前人的事 哎呦 我这不学了日本了吗 看来日本老说呀 这个当年清华呀 是上一代人的事 跟我们现在日本年轻无关 看来日本人从美国学来的呀 这个说法更荒诞 对历史没有承担感 没有责任感 更是非常非常荒唐的 还有说什么 哎呀 给印第安人有保留地呀 首先这个保留地 是谁给花呢 你凭什么给人家画保留地呀 整个美国大陆 都是人家的地方 你有什么资格 给人家画保留地呀 相反啊 这个印第安人应该给美国 这个白人什么的 给你们画保留地 对不对 到人家的地方了 人家可以给你画保留地 你凭什么给你画保留地呀 还有在讲呀 这个印第安人现在有补贴呀 或者有什么东西的 废话 你占人家地方 凭什么没有补贴 从公平的角度 整个美国 不管是土地 山川 河流 建筑都是印第安人的 所有的人 你都要给人家交税的 交房租的 强占的地方了 给点税算什么呀 而且给的非常少啊 哎呀 这个是非常非常荒诞的 其实在70年代啊 美国的权力运动 当时成立了 美国有色人种协会 有色人种协会 当时呢 有黑人 对吧 有印第安人 也有这个亚裔 当时亚裔呢 这个韩国的日本的 比较多啊 尤其日本人 因为二战嘛 刚刚经历过 美国给日本人建的集中营啊 这个表现的非常激烈的呀 对不对 为什么当时 不管是黑人啊 还有亚裔啊 印第安人能够团结到一起啊 对吧 虽然有是本土的 有外来的 但是啊 不管是黑人也好 亚裔也好 我没有说到罪恶 对吧 相反当时的很多华人呢 也是华工是抓来的 卖猪板卖来的 对不对 大家都是被迫来到 这个土地上的 包括黑人 黑母嘛 所以大家有着相同的命运啊 呃 当时吧 对有色人种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都有都有数 包括黑人 对吧 黑人的社区啊 也建立教育啊 对吧 医疗啊 等等这些都建立起来 后来被强制摧毁了 强制摧毁了之后呢 然后通过一些福利政策呀 等等啊 进行收买 进行分化 但这本身呢是非常荒诞的啊 呃 这个就不想详细的多说了吧 对吧 最后总结吧 这个北美大陆啊 包括澳大利亚本身就是原住民的土地 对不对 你强占就是非法的啊 所以啊 这个首先啊 提几个吧 第一啊 废除美国的一切法律 要恢复当年印度印第安人的这个部落法 由部落决定 第二呢 不要选什么总统了 印第安人的这些部落呀 推选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 这就是美国的总统嘛 包括美国的参州两院呀 或者其他的东西 都按照这个定 啊 还有其他的北美的土地山川河流啊 或者其他的一切的 过去执行过的法律政策呀 对吧 都要推翻啊 有印第安人强行的来决定这些事情 同时啊 对吧 要恢复印第安人的语言文化信仰 北美大陆只有一个信仰 那就是印第安人的自然神信仰 其他的信仰呢 都是种族主义的遗存啊 就像特鲁多讲的 对吧 这些种族灭绝的 都是这个天主教会干的吗 所以啊 你这些宗教信仰 都是种族主义 种族屠杀的遗存 都不许信的啊 在北美只能信这个 印第安人的自然神 必须帮助印第安人 恢复他们的传统信仰 传统文化 传统语言 传统文字 北美只能通行印第安人的文字 呃 这些就不强行的说了吧 对吧 因为你很多东西啊 就是有一个道理 有一个道理啊 这里面更荒诞的呀 还有一些主播呀 居然把中国的新疆西藏 和北美还搞个对比 你对比什么对比啊 二者是一回事吗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在那里纯属胡扯 胡扯八道 纯属放屁 他讲了个王震 什么王胡子 屠杀新疆 什么烂糟的东西的 这个新疆人权问题啊 我们互联网时代 对吧 是什么强制劳动啊 集中营啊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 平媒时代 平媒时代也就是报纸杂志 对吧 就是说的这个王震 屠杀新疆啊 然后迫害维吾尔人 这个当时都是海外 这般人造的谣 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 是一贯的 对吧 毛总在十大关系里 有汉和非汉的关系 里面论述的也非常清楚啊 毛主席也不是跟你鬼扯的 毛总这些民族政策 都是实打实的 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 这本子啊 就是在帮着北美大陆 转移世界 最后我说一下华人吧 主播也一样啊 对吧 有什么印第安人养猪啊 等等啊 首先每个国家 有每个国家的政治正确 尤其是现在 美国有他这个政治正确啊 这种话呀 在华语区讲讲也就得了 给你翻译成英语啊 这就是社会性死亡 不要说频道悲观了 工作都没有的 这就是社会性死亡的 不要觉得这种事情不可能 就看有没有人搞你啊 在去年我们知乎上 就有一个在北美的 在知乎上啊 发表了一些对黑人的某些言论 被认知他的 当然要搞他的人翻译成英语 翻译回美国了 对吧 像他的单位 或者在他所在的 是个真的还是什么地方呢 相关的这个 这个政府部门都举报了 工作都没了 射死了 这在知乎上都有你们看一下啊 对不对 你不要觉得华语区就没事啊 身在北美啊 都消停点老事的 这要说的啥呢 呃 广大华人吧 或者是中国人 不管你是移民啊 哪绿卡的啊 这个也要注意美国的政治正确 千万要注意啊 就哪怕你心里啊 认同某些人说的东西啊 尽量少评论 尽量不要说 对吧 要么BZ 要么就跟着他的 政治正确走 而且啊 北美大陆的政治正确 以后会越搞越烈的 这不是北美大陆自称决定的 或者你一巴掌拍给白左 就能决定的了 这个根本是 美国白人的话语权在下降 这个不仅是北美 是从全世界范围都下降 呃 因为全世界的很多国家 都在陆续的崛起 不仅是中国大陆 对吧 包括很多国家都在陆续崛起啊 亚非拉这些国家 虽然目前经济还不是很好 但是话语权也在逐渐的上升呢 包括美国的黑人们 也是这个样子 如果没有非洲啊 对吧 你真觉得美国黑人 能闹出什么事来吗 能有重大影响力吗 没有 关键还在那非洲 非洲吗 尤其是七十年代 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 这不仅是北美黑人 自己奋斗来的 非盟在里面的作用很大的 不要觉得非洲很穷 是的也挺穷 但是非洲 是世界的原材料中心 实在逼急了 不卖给你原材料了呗 你会觉得 哎呀 非洲人不想挣钱了 本来也很穷嘛 对吧 多这点钱 少挣点钱又如何呀 很多东西也还是有外来的干涉的啊 对吧 对吧 你像我们国内你说有一些烂糟的事啊 或者一些颜色革命 肯定是有外部的嘛 美国那些事不也一样吗 对吧 只不过有一些干涉不一定是主动干涉的啊 对吧 在外面声援也可以啊 所以这是最后吧 啊 像我们 对吧 因为看我节目都是华人嘛 对吧 就是对这个 嗯 美国的这套 种族平等啊 正是正确这些东西啊 不不认同就憋在肚子里啊 少说话少评论 对不对 要不就跟着种族正确的大气走 对吧 否则是不行的呀 如果真碰上两个稿里的呀 这个到时候啊 浑身是嘴你都说不清楚 更何况啊 对吧 按照北美有色人种协会的这个东西啊 北美有色人种协会都有的嘛 对吧 有这个印第安人 有亚裔等等啊 本纸上都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啊 是一级对抗白人的 对吧 你又没有沾沾印第安人的纤细 跟着洗什么白呀 扯什么的呢 本身跟你也没关系啊 包括印第安人 对吧 这个种族 印第安人有些组织的 人家都是针对白人的 也没针对你 你又没有杀人家 你又没有干什么坏事 对不对 无非就是在这边土地上 奋斗或者如何的嘛 老婆这掺和啥呀 对吧 嗯 那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啊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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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